3月6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金哲 俗话称,春雷响,万物长,金哲为什么与打雷密切相关? 为什么在这一天会有打小人的习俗? 秉俗专家表示,漫长的冬季里,动物昆虫藏浮土中,金哲时节气温转暖,春雷的响声惊醒哲居的动物,这就是古人称之为金哲的来由 古人给他解释成为因为打雷,然后被吓着,然后跑出来了 但是现在看来从起源上看,应该是在南方地区这个时候是有雷的,到北方这个地区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打雷 往往在我们过去的谚语和诗歌当中,往往强调的是因为打雷 然后虫子呢,金而出走,就结束了冬眠 那目前呢,看这个虫子呢,跟打雷呢,应该是关系不大 因为主要还是跟温度关系比较,温度上升关系比较大 他们就结束冬眠,是这么个意思 静哲过后,蛇伏的虫子们开始出动 因此在这一天,民间会进行许多与除虫相关的民俗活动 比如草虫的习俗,还有扫虫的习俗 湖北屠家族这个新泽这个作为射虫日 就是用射箭去射虫来引导人们消除病虫害 你像陕西啊,山东,江苏等地呢 它有番草,黄豆,芝麻,然后分给大家吃 这叫草虫和吃虫这样的一个习俗 那么这是来予议呢,就消灭害虫 那还有呢,山西一带呢,它有金泽吃梨 就是北方地区呢,有些的吃梨 吃梨呢,一个是因为这个节气 它比较干燥 但是呢,它有一个谐音 离和离开的离是同音的 所以予议呢,远离虫患,远离疾病 表示呢,表达人们屈虫害 其丰收的美好愿望 在长时间的流传中 这一习俗经过演变 衍生出了金泽打小人的习俗 专家表示,这也蕴含了百姓 对春天来临,唤醒活力的期望 虫子呀,蚂蚁呀什么这些出来了 然后呢,人们呢,就会在金泽这一天 手拿着麦草 熏家中的四个各个角落 来驱赶这些虫子 蛇蚊虫啊,鼠啊,还有梅味啊 久而久之呢,就变成对不顺心的人呢 等于是做一个人偶 然后拍打,变成了影射到人上了 体现了这个事 人们呢,是期待着在一年当中 少受到这个小人的干扰 或者是还比较顺随吧 比较顺利的这个 迎来了这个丰收 然后呢,比较身体健健康康的 以及呢,要保佑这个人们呢 能够平安健康的生活 是这样的一个期许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